嗨,大家好,我是ChainRider51 这是我前两天刚录的那个视频 然后这是一只死的臭鱼 在路边,我在路中间,我就步动到那路边上 大家有情绪可以看一下 今天录的这个视频呢,是关于相机的 我用了这个叫做Drift HD相机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 我到时候会把它的网站放在我的那个Description里边 大家愿意可以自己去上网看一下 然后这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它里边有的东西 相机,然后这有一个remote,这有一个那种卡子式的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电池,三种不同的mount 然后一个后盖,一个USB线 基本上你需要的东西都有了,除了那个mini的SD卡 其他基本都有了 然后呢,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remote 我觉得这个remote设计的是,就有这个remote 简直就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你可以把它挂在衣服上啊,或者放在车把上啊什么的 有效距离好像是5米吧 你跟它,你跟这个相机配对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一按,就开始录了 然后你再按,可能按两下吧 等一会就停了 所以用的也很方便,你不用去找它的那个钮去按 用的挺方便的 嗯,稍微说点相机,相机可以设1080P的高清的 然后呢,它这个镜头可以转 可以换成90度或180度的角度 不同角度 然后呢,底下就是它的一个那个卡子 也可以,也可以把这个拧松了以后 换不同角度 然后给它,然后相机拍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角度嘛 然后呢,后盖上面有一个接外接的麦克风 一个USB接口 然后它电池只能是用两个小时 它唯一不好的,我觉得就是电池 电池只能拍两个小时 而且没有那种long left battery 所以我觉得就只有这一点不好 但是其他的我用的都是比较满意的 这是一个那种犀利的mount 一个section cup 然后呢,就是我用来拍 嗯,像车侧面那种拍摄 都是靠它来完成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我有一根那种 有香蕉裹着那种电线 把它拴在车固定的 就是拴在车的那个 车比如车的那个脚灯了上什么的 这样的话,大家 这个东西如果哪天掉了的话 相机也不会摔也不会丢 毕竟挺贵的东西 你说你摔了丢了都挺心疼的嘛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把相机放在头盔上的 这个破头盔 然后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它带了一个mount 带一个mount 然后你就用那种纤维的布 那种粘的那种纤维的布 给贴在这个上边 然后夸往上一粘 然后相机 直接往上一别 夸一别就别好了 然后你可以用小屏幕来看 你想拍的角度什么的 所以还是很方便 这就是我主要的一个相机 用的挺满意的 然后前几天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 那种二手的GoPro的相机 这个相机可能大家比较熟 相对比较熟悉在那些Future Shop Best Buy都有的卖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并没有那么好用 它首先一没有小屏幕 你不能去看你录过的视频 也不能去对准你的想 想拍的那个角度什么的 其次是如果你想的话 好像你可以买那种 你可以买一个那种 买一个那种小 外接的小屏幕插在这 然后你就可以看了 不过我觉得何必这样呢 挺没意思的 然后呢 而且他也不能换角度 他他只能是这么着换角度 不能左右换 你要左右换的话 你必须再买这种 再买这种ARM 你才能左右换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见了 比如说如果这样的话 相机就是这么着的一个角度 相机就是这么着的一个角度 所以挺不方便的 你像我 我现在要拍 我就必须得带一堆这个 然后想换角度 你的话得先拧 你换完以后 而且这些小螺丝啊什么的 特容易丢 丢完以后你还不好拍 反正用的挺不爽 这就这么个东西吧 没什么好说的 不喜欢这个相机 所以 然后我会 我把我把这两个相机的那个网站 我都会写在 都会打在我的那个 那个 都会打在我的那个 description里面 大家可以 打 大家可以 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嗯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就这些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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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次再见